等一下 幹什麼 走開 爸爸救妳 在節目上替Sandy烏山儒 尋找約會對象 結果一個個被老爸打槍 請她的裙子那麼短妳怎麼抱 妳怎麼那麼尷尬的姿勢 掌聲 小心… 謝謝 等一下 德烈 這樣可以嗎 妳是個正人君子 怎麼… 新娘抱妳手怎麼放在裙子裡面 這樣妳都看得出來 我當然看得出來 婦女感情好到像是朋友般 Sandy還在她主持的外景節目 毫不留情調侃吳宗憲的蔡英文 那妳當關主妳對荷蘭了解嗎 我對荷蘭當然了解啊 妳有來過嗎 我有來過啊 而且啊 來荷蘭的時候 妳應該英文都還講不好吧 我對荷蘭 在鏡頭前 吳宗憲搞笑耍寶又無厘頭 甚至經常跟花邊新聞連在一起 但死底殺的她其實是 我在現實生活裡面是最強老爸 我陪伴了孩子 走完應該要陪伴的部分 對 每一個人都畢業典禮 對 再忙都去 一定對 然後別忘了我孩子那麼多 他們幼稚園啊 中學啊高中啊大學啊 對啊 都要陪 孩子大了想脫離爸媽掌控 儘管如此 吳宗憲總是帶著女兒做節目 做出好成績 吳宗憲 吳山榮 小明星大跟班 這是金鐘史上 首都有婦女黨入圍得獎 牽著女兒的手上台 心情有點複雜 自從我們知道入圍之後 心裡面很擔心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沒得獎你會失望 第二件事 就是怕你太早得獎 就怕女兒太順遂 她還在先滴耳邊 悄悄說一句 爸爸什麼都能給你 但給不了你挫折 把女兒當成情人寵 甚至張羅副業 網路票選演藝圈好爸爸 第一名又吳宗憲拿下 我要為我的孩子負責 我生了他們養育他們 我必須要過這一關 我要為我的孩子負責